欢迎来到EastNet东方网 本频道客观理性地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 欢迎订阅 上期我们报道了中国沈阳飞机公司 已经建立了歼35隐身战斗机的第一条大型生产线 即将开始大批量量产歼35战斗机 这期我们说说歼35的由来和一些基本性能 歼35的前身 是沈阳飞机公司设计的歼31隐身战斗机 在中国空军选取第一款主力隐身战斗机的时候 有成都飞机公司和沈阳飞机公司提出方案 成都公司提出的是采用两台大推力发动机的 强调飞机机动性的重型战斗机方案也就是歼20 歼20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7吨 而沈阳飞机公司提出的是 参考了美军F22的空气动力外形 但缩小的采用了两台米格29中型战斗机用的中等推力发动机的 中型战斗机设计方案也就是歼31 目前不清楚为什么当时沈阳飞机公司提出中型战斗机设计方案 这是个谜团 事实上当时他们在生产中型战斗机歼11 也就是俄罗斯苏27重型战斗机的中国版 歼11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33吨 采用和歼21一样的两台大推力发动机 事实上 歼31的空气动力外形的隐身性比歼20好 如果当时沈阳飞机公司提出的是重型战斗机方案 现在中国空军的主力就是歼31 而不是歼20了 当时中国空军缺少重型战斗机 所以中国空军选取了成都飞机公司的歼20方案 而沈阳飞机公司继续研制歼31战斗机 经过十多年的研制 歼31逐渐成熟 被中国海空军采用 成为中国的第二款隐身战斗机 型号歼35 歼35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约28吨 是一个中型接近重型的战斗机 歼35用了两台先进中等推力航空发动机 可以实现超音速巡航 歼35战斗机按照中国海空军一机多用的定位 将有不同型号 包括海军舰载机 空军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和出口型号 发动机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 我们在后面的一期再讨论 关于发动机 网上有很多误传 这里会给出真实准确的信息 这里会继续报道歼35战斗机的详细情况和发展动态 请订阅以获取最新资讯